人說這女生 愛愛愛愛保佑 有童我頭有夢 夢中的夢 你先是有話想會反思說 大家有關心 以辰英傑大姐的那個家人 來陪她走這段路 然後我們走這段路就希望說 就是有生之年 就是不管怎樣的虧欠 怎樣的歉意 就是法院給他機會去面對這個事情 然後呢 如果有機會 有生之年還可以賺到一點錢 第一筆錢一定會還給 那個就是債務人 老師其實面對這個司法問題 其實陳姐身體也不是 但是他對音樂這部分 還是非常的熱愛 因為你看你臉書 因為其實剛剛他來車上 其實昨天媒體就有報導說 他會坐輪椅 我是覺得大家可能有很多關心 但我覺得 其實剛才在這個路上 其實如果你們看到那個車子裡面 全部是嘔吐物 就是 其實他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可能這個出門這個電波 其實對他來講 現在都是身體很嚴重的狀況 已經坐到這個車子 椅背都要那個震動器都要換椅子了 就是 我這都是我玩 想不像不道路說會有這種狀況 剛才一機具有吐 就是 我想他可能輕有壓力 可能車子都是吐的 這裡動作還好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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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覺得自己還是冤枉的 請問一下 還是會希望這很大天嗎 請問一下 平姐是不是有話想對粉絲說 大家都很關心你 謝謝 請問一下 對不起讓他先報導了嗎 謝謝 謝謝 今天那個 現在身體還好嗎 身體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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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是以陳怡婕大姐的家人來陪她走這段路 然後我們走這段路就希望說 就是有生之年 就是不管怎樣的虧欠怎樣的歉意 就是法院給她機會去面對這個事情 然後呢如果有機會有生之年還可以賺到一點錢 第一筆錢一定會還給那個就是債務人 然後這是她的一個希望 然後我覺得我們人生在低潮的時候遇到很多很低潮的時候 其實都很像在大海的孤舟啊 我相信每個人如果有在那個時候聽到海海人生跟破浪人生 一定有被陳姐療癒到 我覺得陳姐就是那麼多年來為什麼都沒有跟我聯繫 因為她從來沒有想要把自己的麻煩 就是去麻煩別人 然後這個不麻煩別人這件事情也是讓她今天 就是慢慢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啊 那我覺得這個樣子就是不是只有陳姐在承受 還有陳姐的家人還有債務人 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因為沒有人願意花了八年的時間 然後各方面的身體的狀況心理狀況都很不好 我希望就是說今天我們來這邊沒有沒有沒有覺得說審判不公或者是 是不是有什麼有什麼其他的要求沒有任何期待 就是自然而然的 我們人生的每一條路其實就是 就是只能自然而然去走 然後陳姐其實很溫暖 我覺得台灣人她給台灣人很多溫暖 然後這份情真的就是我很感動 所以我今天陪她來這裡 老師其實面對這個司法問題 其實陳姐身體也不是 但是她是不是對音樂這部分還是非常的熱愛 因為看你臉書很厚 因為其實剛剛她來車上的時候 其實昨天媒體就有報導說她會做論壞 我是覺得大家可能有很多關心 但我覺得其實剛才在這個路上 其實如果你們看到那個車子裡面全部是嘔吐物 就是其實她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可能這個出門這個電波其實對她來講 現在都是身體很嚴重的狀況 那我覺得不管怎樣 我相信她在裡面應該有很多人會好好照顧她 那我希望這個世界大家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有更有智慧更有寬容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不要讓太多人擔心 希望大家好好記住陳姐的歌 謝謝 姐姐現在目前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很差 因為她有 她有診斷了 她有中度的阿斯海默症 高血壓 糖尿病 她現在都沒辦法自己打理 自己料理自己 所以就這樣子 那會希望她今天可以降緩發肩嗎 就看法官怎麼才是 我們是有申請法外就醫 大概就是同理型 因為她進去 沒辦法自己照顧自己 對不對 好 謝謝你 我相信我們演藝圈是很有 就是可能就是不善理財 但是我們是很感性的人 老師 那現在不能陳姐的心情狀態還好嗎 我覺得我 我現在問她什麼 她其實都是 就有點腦無疑 就是 就是 眼睛直直的 瞪著我也 也不知道講什麼 不過就是我在她旁邊 她很放心 有辦法看她的腦袋 幾乎是腦袋 在這裡面而已 我不能看到 我們現在陳姐她急需 不用什麼腦袋 我覺得非常多 就是 她現在有三高嗎 還有 有四肢的問題 她現在要吃 還有吃進的問題 她現在要吃 真正要吃 還有很多也要吃 現在是要吃 我們有 你可能要吃個七八顆吧 來來來 最少 你剛剛檢查過那個弄髮幹嘛 她都是新鮮可以的嗎 大部分都是新鮮可以的 大部分都是新鮮可以的 就是她 也會卡住啊 就譬如說 真正號碼就結束 好 好 好 反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今天就是 這朋友 我這次跟朋友借對那些 很貴的車子 就是 你一租到這個車子 椅背都要 那個震動器都要 都換椅子了 所以 我這都是我 我還想不想不到 就是說會有正宗 看來一隻具有毒 就是 我想她更輕的 有她的